跟雷克萨斯学习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强 二战后美国扶持日本大量采购日本货 这直接让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复苏 日本疯狂的吞噬美国市场 尤其是汽车行业 卡罗拉 凯姆瑞像虐菜一样虐美国车 直接导致了美国失业率上升 于是美国找茬发动贸易战 结果是日本资源减少出口 这迫使日本车企开始推出利润更高的单品 也就是豪华车型 本田的欧哥和日产的英飞尼迪 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 但欧哥和英飞尼迪的第一款产品 都是拿母品牌产品进行豪华改造而来的 而豐田却不想这样取笑 他想要打造的豪华品牌旗舰车型 要完全独立于豐田的产品线 因为豐田瞄准的是业界最强的对手 奔驰和宝马 负责了一个萨斯项目的叫豐田英2 这个项目名称定为Circle F Circle F的总工程师 林木一郎提出了一个小目标 最高速度达250公里每小时 奔驰S210公里每小时左右 油耗10.5升每百公里 奔驰S11.8升每百公里 0.28-0.29的风阻系数 奔驰S0.32 速度96公里每小时 58分贝的噪音水平 奔驰S60分贝 这意思就好像有人说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比方说先挣它1.1个亿 你说的是不是在那扯炉子 1989年1月的北美吃产上 雷克萨斯品牌正式亮相 同时带来首款车型LS400 就像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 雷克萨斯遭到所有人质疑 海脸太大了 咋办呢 你不走吗 所以在1989年5月 邀请了全球媒体进行试驾 老师来了 里边请老师 辛苦了拿拿老师 显然LS400的豪华配置 和优秀的驾程体验 打动了这些车评人 怎么让人在后台问我 现在它来了 你受得了吗 我为这这话负责 同时出名的 还有那个β广告 在上市后第二年 LS400在美国的销量 就超越奔驰S宝马7系 LS400曾召回过部分车辆 雷克萨斯决定上门服务 在还车时 不仅会帮客户把车洗干净 还会免费为客户把邮箱加码 这种贴心的服务 赢得了口碑 进入到20世纪 雷克萨斯干了两件 赔本专腰喝的事儿 一个是成立F运动部门 F这个字母来自于雷克萨斯工程师 湿口信宴 创立的富士赛道 F系列的第一款车 是2008年温室的ISF 5.0升 V8 417马力 为什么要整这个部门 因为奔驰宝马的AMG和M 第二件事是2010年推出了超跑 RFA 可以说丰田把所有的科技成果 都放在了这辆车上 RFA整顿研发了10年 限量500台 没灰本 但这辆车非常有意义 就算人发达后 饭桌上露出了第一块蚝表 一点慢了 走啊 RFA以及F系列 是雷克萨斯成为豪华品牌 最后一个部队 有了他们才有资格去和奔驰 帮马 这些欧美强敌平等的竞争 汽车的主流设计 基本都遵循德国的包豪斯风格 当然也有特斯拉这种奇葩 为了讨好中国市场 一些厂商做过东方元素的植物 看起来非常尬铁 哎哟大哥 你这一看胜就好啊 但雷克萨斯的设计师很会做 他们把车内的木质片 都用竹子代替 这一代雷克萨斯LS中 更是将东方元素发挥到极致 铁语折布 灵光切子 叫文化 所以当你的企业 已经走出了一条路后 还想要做大做强 那么你需要来一点 不一样的风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